哇 整個車子是很輕盈輕快的 你不會感覺說 哇 這是一個近兩噸重的車子 這次搭載是95ZS的手指排列書箱 人家這超級大彎還上坡耶 邊上坡邊大彎 哇 前面車速放慢 不然可以更快 好開心喔 看到我後面沒有 隨便呼喚就來這麼多個 我說你太高了 結果我來了八十幾台 我車拿甲車過來 哇 好鮮喔 這風味真的非常不一樣 但我現在已經被太咬吃了 才會融化 超好吃的 超好吃 上次我們跟Land Rover Discovery的車主們 秀秋一起來到新竹的山林秘境 開著D4 D5好不愜意啊 而且呢是上山下海難不倒我們 那時候就有人敲碗說 欸 不是有新的Discovery Sport嗎 那時候我想說 欸 想看我們試駕我也在想 但是 你就把我當作學願池是不是 偏偏老天聽到我們心裡的渴望 聽到我們的呼喚 所以今天 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全新的 Discovery Sport 而且我這一台 是P250R Dynamic SE 配藍色 有好看嗎 全景的玻璃車頂 很好看 這一台車 還特別選配了5加2的座椅 所以呢 第三排座椅呢 會讓大家方便性更多 畢竟尺寸呢 更靈活 從外而內 它都有R Dynamic的套件 我今天一樣 要來開箱大自然的車庫 我的那些滷肉車友們 現在天氣稍微轉涼了 禮拜五 我都帶家人出來放風了 我來讓他們一起流個口水 我們上車內 上來呢 你就會發現 有讓大家熟悉的一些設計的質感 這整個車子呢 也不會因為它比較小台 空間讓你逐處 你看我坐在這裡 駕駛座子很OK 坐在後座呢 其實也還不錯 第三排 我覺得很便利 第三排座椅套件呢 它不只是給你第三排 同時呢 它還給你第三排的出風口 提供了第二排 以及行李箱的USB 不然做第三排 要開iPad怎麼辦 大家要充電都有得充 那進來之後呢 我還會注意到就是這一塊 哇 全中文的3D立體的導航 這個是我平常會用到的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常常outdoor對不對 怎麼樣明媚的陽光 全景玻璃車 對 曬我吧太陽 所以你覺得很明亮 而且是超級大塊 你看我現在移到這裡 第二排也可以享受充分的陽光 但第三排上面就沒有了 然後2021年呢 它就已經把主機升級成 品牌最新的PV Pro了 到現在2023年呢 它都該升級的升級了 那一定要加好料啦 所以包括了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升級成無線 而且是標配的 充電座也喔 外觀內裝其實呢 都有很明確 你可以看到 R-Dynamic運動化的套件 就算到現在 你都覺得 欸其實Discovery Sport 看起來有漂亮齁 有流汁了嗎 有 好 等一下我拿衛生紙 拿餅乾給你太暖 到我接下來 要來找我的路友們 見個面喔 聽說在放風 我們就好好來 讓他們一起流口水 我們出發 哇 Discovery Sport 真的很不一樣喔 跟我之前開Discovery的經驗比啊 哇整個車子是很輕盈輕快的 你不會感覺說 哇這是一個近兩噸重的車子喔 因為你看五人座 就已經1864公斤了嘛 就1.8噸了 那我現在還選配了 5加2 所以車重 我沒有覺得車子很重 我覺得還真的是蠻輕盈的 開起來是會開心的 再來就是我覺得 它的這個真平方向盤的質感 握感很好 就會覺得輕輕柔柔的 優哉優哉的在享受開車這件事情 換檔撥片呢 也是直接在這裡 很吸引人 這次搭展是9速ZF的手自排變速箱 你聽到9速就覺得哇 你平常聽到個6速就覺得不錯 那你如果塞到8速就覺得 哇這個換檔啊 還有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變速箱很綿密 9速欸 我覺得8速9速是另外一個山頭了 所有的作動呢 都是一個流暢很綿密 沒有壓力的過程 可是這油門 敏捷 就是那種一碰就走 當然每台車的油門 當然一踩就會走 但是它是那種一碰 它就直接上來了 沒有要拖 不會感覺到什麼強烈的TurboLake 基本上我們這一台是P250R Dynamic SE 所以它是有249匹的馬力 是非常的夠用 扭力是37.2公斤米欸 4500轉高扭力 所以我現在山上 哎呀 簡直是為我準備的啦 人家這超級大彎還上坡欸 邊上坡邊大彎 前面車速放慢 不然我可以更快 好開心喔 剛剛開到目前為止 它的懸吊 比起之前我開Discovery 覺得比較硬朗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調整的是蠻穩定的 這個穩定感應該我想像中 在路面上的那種感覺 不會像可能有時候 我們要出去玩比較Hardcore一點的車 它就晃動感很重 但是我想想也對 這台車是5加2 我都已經在另外選配了5加2之後 我要再加人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晃動感少了很多 是很明顯的 而且這次我也發現 坐在後座的話 你會有一個 它下方有點提高 所以你會覺得腳可以呈現90度的坐姿 會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也可以比較久坐 那當然這皮椅的座椅 的觸感 我覺得很棒 彈性也很好 就連我在駕駛座 我覺得都蠻舒服的喔 遊山玩水是基本上別擔心啦 接下來我要進入高速路段 就要好好體驗一個 所謂很多乳肉車友說 我不需要ACC 但你不知道 有一種ACC叫做 老婆一定要的ACC 我來感受一下 我知道乳肉車友都說 拜託車子載會怎麼開 都不會由我老師傅未開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去露營回來累了 要換手老婆的時候怎麼辦 老婆也是要輕鬆一點的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一下 有了 條跟前車的距離 如果車子有的話 我一定就是把它開車 不是我們很三寶 是有時候有些狀況你要避啊 或者是你有時候 一定點分心 車子有點偏 這種叫做老婆要的ACC 你們不懂 等一下 我要去看我車友們 這次跟我約這個什麼祕境 來看看拿出什麼好料 讓他們看看我的新車流口水一下 然後讓他們看我的新車流口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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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肉車主就是夠義氣啊 我剛才說今天要試Discovery Sport 所以看到後面沒有 所以看到後面沒有 隨便呼喚就來這麼多個 隨便呼喚就來這麼多個 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第一台這個是一般年的 第一台這個是一般年的 有沒有覺得跟我那一台就很不一樣了 有沒有覺得跟我那一台就很不一樣了 來 仲賢女車主 這個車因為老公摟鱗過對不對 不曉得你嗎 有啊 老公出過什麼trouble 就是我們去那個溯溪的時候呢 然後不小心去 扣到那個大石頭 扣到 一邊啦 說我們開不開 他故意是要用我那邊的 那邊有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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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是有一個側邊 然後就是弄到變形 然後我們就卡住了出過來 你們那麼夠閒喔 對啊 你去五屆是不是 對啊 五屆扣到 對 有耶有在玩你看他的輪胎 有精心選的 聽說你比老公還瘋 他不放心我開啦 對 不放心我開 但是我開那個 高速公路可以 有時候我來開 然後我就趁他睡著的時候 我就開到 你這樣他以後不敢睡 他在偷看 他在偷看 他以後上課不敢睡 反正車子夠穩嘛 對 開起來安心 就開起來真的很安心 對 感覺出來是有出去玩的 創造美好的回憶喔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你上面也是有家 有家喔 有在過生活的啦 謝謝 後面這台熟悉的朋友 欸 Joanna 不一樣的車色喔 你也是一般年的 有啦 有在開啦 而且它有Hello TV的路線 車子裡面有少女繽紛感 然後外面有一點點 絲紋牙牙又有一點粗獷的感覺 是一個融合體喔 欸 厲害喔 側鋪板照顧得很好喔 曾經拗過去offroad的時候 那怎麼辦 欸看起來還好啊 現在 因為有三四個男生幫我壓下去就可以了 喔 再處理處理喔 對啊 2020年的齁 來 Dennis的車 你的車子都幾乎照原廠的設定嗎 對啊對啊都原廠設定 沒動 基本上沒有動 你有很用力在用它嗎 買了這台車就是要 享受它 去使用它 那樣它才不會孤單跟寂寞 然後也因為買了這台車 認識那麼多好朋友 對啊 那DX它有一個好處 它算是Land Rover的入門款 那它可以比較輕重的入門 但它又可以讓我們享受一下 越野的樂趣 對 所以很歡迎 有興趣的朋友 朋友 車友們來試試看 喔原來DX有在Land Rover兼裁當業袋喔 沒有 哈哈哈哈 那還是請客訊這支電話 沒有人車友推薦 不干我們的事喔 欸你覺得新的改款 陌後的樣貌怎麼樣 真的是五官俱全 各就各位 四隻還健宰 還好 有四個輪子 可以嗎 可以 哇姐做得非常的氣心啊 有你三窗三門三玻璃 好不好 有酒館有賺賣嗎 這台車不能賣 要用賣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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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個禮物給你 好謝謝 謝謝美女 小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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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悔要錯來 冰了啦 很會講 搞錯人 你的車五加二 對五加二 實用嗎 第三台還好嗎 大概一百六十公分以下的小朋友 不管女生或小朋友做還可以 一百六 都還可以 開場圖也OK 一百六的話可能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不能開太長 太長還是會 就是會有點累 可是如果小朋友的話 都沒有問題 它算方便啦對不對 很方便 會對新的DESCOVERY SPOR的改款之後 這感覺 會有點放心 會 會期待嗎 會 因為覺得很好開的一台車型 看看230有什麼樣的進化 對對對 很期待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好 Joanna姐姐 大家好 覺得這個面孔有點熟悉 我們自己EVOGUE在台中網告聊 你也是重賢的對不對 對 你的DES開幾年了 18年到現在 18到現在四年了 哇 但我新的DESCOVERY SPOR 你有沒有覺得 蠻不一樣的 對 從它發動的引擎聲 一直到油門踩的方式 都會比較順 對 而且是就是一觸即發的感覺 就是你碰到感覺就是要動了 對 然後輕盈欸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台車坐得還蠻舒服的 尤其是椅子這個樣子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感覺這個椅子它的舒適感 有比我們的好很多 很多欸 這提升很多 對 思維哥你很誇張喔 這樣一看好幾台DS 然後好幾台Defender 我們不是說只要一兩台就好嗎 我說你好招了 結果來了八十幾台 我對大家只要過來 八十幾台都把他們擋掉 太離譜了啦 阿保你是DS哪一台 Discovered Sport 就是20年式的 20年式的 對 上來有沒有覺得輕盈很多 我是覺得方向盤有變輕 方向盤比較輕 跟以前很別 它懸吊好像有比較硬一點點 好像比 因為我那個會比較彈一點 這個好像比較硬一點 對 那你那一台也是這樣散散下海 對 我們有去林道啊 什麼羅山林道啊 什麼瑞穗林道啊 海石洞啊 就神秘沙灘 對對對 今天是配合我才走這麼簡單的就對了 可是你不覺得它油門真的是來很快 比之前的輕 因為它這裡沒有動態嘛 動態如果開下來這裡它會多一格 如果我以前是用這種Auto模式 油門沒有像這麼輕盈 我要切到動態模式之後 它工油還有變速箱的反應才會變快 可是現在不用切啊 對不用我覺得 你Auto就好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有比20年式還要再輕快一點 Joanna的是18年式的 所以它就差別更大 對 它還是用旋鈕再換檔嘛 它連外觀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啊後來就改成像這種雞腿 然後是用那個線船式的 可是它現在更新的又改啦 其它改成是遊艇式的 喔對遊艇式 就是遊艇式的 越改越豪華的感覺啊 對 它希望看起來能夠更 英國皇式的感覺 對 像這種休旅車 一般休旅車你彎的話會回彈好幾下吧 嗯 它一下子就回到 回正 就支撐性你覺得還不錯 對 我們現在直接回雲區 因為跑就好了 喔好好好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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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